Hello,我是楼雷 我本来不想录这个视频 或者是我不想现在录 可能晚一点吧 但是后来我收到了一些评论 而且我在想 我不是个travel blogger吗 我的英文账号 我不是一直在来分享我的那些最遥远的路啊 The longest way那些内容嘛 那些市场生活 所以说那边我反正迟早会收到这些事 这是我为什么躺着录视频 什么原因 我先给你们念一个 我昨天收到的评论 真的把我搞得很无语 我不想骂人 就是无语 那个人他说 我很好奇 你会不会躺在床上 用同样的方式做英文节目 给文明世界的观众看 那引号是他打的 或者 你这种做节目的方式 压根就是瞧不起 你的压抑观众 瞧不起了 我病了 我病了 所以我躺着做节目 可以吗 你满意了吗 不是特别严重 跟我的MS无关 耶 但是 我还是挺痛的 我是那个 那个东西叫啥 腰椎键盘突出 如果你有过的话 我给你high five 哎呀 那个痛 那个痛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过程吧 好玩 你们好玩 我不好玩 我是 几年前就发生过 几次 每一次都是很痛 但是很快就好了 大概有两个半月吧 左右 我那个时候在罗马利亚突破 我突然觉得我的腰呢 又不舒服了 但不是特别不舒服 就是稍微有点觉得 是不是累了什么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多做一些那些exercise 各种拉筋嘛 然后还找了一些按摩 但是也没有彻底好 就是还是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就接着走 然后后来大概有六个星期左右吧 我在胸牙里突破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它变严重了 就是各种 哎呀 站着不舒服啊 坐着也不舒服 变严重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想 是不是时候要休息一下 但是怎么休息呢 我那个时候在一些那种 鸟不拉式那种小地方嘛 就是胸牙里那种 真的很偏偏的那种小地方 我在想 嗯 它的首都嘛 布达佩斯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这其实不远了 我可以硬着头皮走到那 那个时候啊 我好好休息 在一个好玩一点的环境嘛 我在那边租了一个Airbnb 我提前安排好了 租了一个Airbnb两周 挺好的一个小房子 然后我告诉自己 只要硬着头皮走到布达佩斯 到那儿了 可以泡个温泉啊 可以找个按摩呀 可以多做那些exercise 休息啊 不走路啊 然后就会好了 很美好的想法 是不是 对 然后就接着走了 然后走到 走到布达佩斯 那天晚上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呢 幸好我到这儿了 对吧 幸好我终于到了了 从明天起就休息了 就OK了 没有想到我第二天呢 我睡醒了 我在那儿是受不了的 哎呀 那个痛 我像裤子的 我一直在那儿叫 我就去医院了 去医院那个 那个叫啥 Emergency room 就急件事 是不是 急件事 我那一路呢 还是自己走过去了 硬着头皮走过去了 然后路上呢 还吃了一段饭 因为我在想 嗯 这个急件事 或许 归用几个小时 我先吃一点吧 万一嘛 对不对 万一要在那边待了 我还买了一个 那个小巧克力 然后我还吃了一个 在一个中餐馆 吃午饭 然后走到那个 那个急件事 没有想到 那个地方呢 他们让我待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匈牙利的那些 医院的情况 卧槽 在那儿了 各种 哎呀 登记 各种每医生 都要重复的说 然后抽血呀 看这个 看那个 最后拍了一个 MRI的那种片子 然后他们跟我说 哎呀 你这个 这个 腰椎健庞 不好 不好 建议 要不要考虑做手术 我就被吓到了 怎么 我本来就是比较胆小 而且那个我很怕 我就说 可不可以先不做了 他们说 你也可以不做了 这是 你也可以先休息吗 我说那我回家了 他们说 No 你在我们这儿休息吧 就把我搞到那个 他们的医院 直接让我 让我住院了 一周 我在那医院里面了 我不是那个时候 发了一个推文吗 还有发了一个Instagram 我说 我先那个 下线了 然后 你们要 什么 彼此照顾我 什么的 我说的很 很那个 很悲伤 因为我真的 有点被吓到 你知道吗 他们跟我提 那些手术什么的 然后我坐那个 医院呢 那个条件 我会在我的那个 英文账号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搜 就是应该有连接 我这个账号上面 我会在那分享 图片呢 视频呢 我在那里面拍的 哎呀 那个医院真的 把我搞得 抑郁 我跟你说 呆在那个地方 哎呀 那个气氛呢 那些条件呢 我们那个 那个 楼旁边 就是 精神病医院 我们会晚上 听他们叫 我在那里 带着那些医生呢 说哎呀 嗯 你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 一些 变好的那种 倾向 那个手术呢 可以不做 还是建议你做 但是可以不做 给我安排了一个 首先给我下了 那个 那个止疼药 那种 pain killers 然后给我安排了 一个physical therapist 一个阿姨 那个阿姨 说哎呀 你不要听那些 那些医生呢 他们一直想动手术 你不要听他们的 你这个情况呢 其实不严重 你只要耐心 你只要等 做一些那种 拉筋什么的 就会OK的 我就不知道 要心谁 知道吗 就是我不是说 好像那些手术 我一定不做 但是我觉得能避免 就尽量避免吧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就愿意 听那个physical therapist 然后还问了 我的德国的 那个physical therapist 还有我的医生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观点 对不对 我也不想听您的观点 好吗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觉得 哎呀我要在评论里面 建议老雷 这个样子 那个样子 我不想听 好吗 我纯粹 是跟你们分享 我为什么谈自录视频 可以尊重吗 我 好吗 好 OK 对 我在那个医院呢 带了一个医州 然后就出来了 就觉得我不想在那待着 那些医生呢 说好 就是 我没法 组织你出去 然后我就回到 我租的那个房子 回到租的房子之后呢 我决定 这个 我还是给自己人时间吧 我之前在那 硬着头皮 在那 接着土布 非要走到布达佩斯 才休息 是错误的 对吧 我应该多多休息嘛 但是 那现在我就休息嘛 我在这 找了一个房子 我租了一个房子 我自己 租的不是Airbnb 或者啥 我找了一个房东 商量好的 然后这个房子 租到 12月31号 而且那个房东跟我说 如果你要多待一个月 也可以 如果那些情况没有变好的话 可以 多待一个月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房子 它有一个小院子呢 在那儿呢 有点暗 因为 隔壁的那些楼啊 有点高 但是最起码 能看到那些草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 那个很重要的 有我的电视剧 然后我会看一些 什么直话网 Futurama Kindy Powers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the coins 然后对 就这么一个studio apartment 在布达佩斯 条件还OK 我在这儿待着 其实也不郁闷 或者啥 就是我会 修一些图片啊 收拾我的那些什么邮件啊 做一些那种类似于那种事儿嘛 然后给你们录视频 对不对 就是那样的话 我还觉得 跟外面的世界有一些交流 然后每一天 或者是隔两天 都有那个 Physical therapy 我在外面找了一个阿姨 我不知道她好不好 我看着好像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也不好说 对不对 我觉得挺靠谱的 到那儿了 给她接受了我这些情况 然后她说 幸好你没有做那个手术 你不需要 你这个情况还是OK了 然后你只要耐心 只要有时间 也要做你的那些exercise 就OK了 所以说呢 每一天 或者是隔两天 我会去 然后大概有一公里 那个一公里 我走过去 在那儿做了那些exercise 给她回报啊 然后又走回来 或者是去做一些那种买菜啊 那些我还会做 对 这是我现在这些日子嘛 然后那个阿姨跟我说的是 要尽量要避免 不要 不要坐着 不要坐得太久 不要站得太久 不要走得太久 要给那个 要遮肩排 要给她一点休息的时间嘛 所以说你要躺着 我现在是完全 那个背 都是平着嘛 所以说我只有 头好像有点太高了 然后我这样给你们录视频呢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 知道吧 但是如果你要 让我在那儿坐着 录视频 我会不舒服 那你可能会说 那不就是十分钟吗 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我为什么这种评论 让我不舒服 让我觉得无语 因为它跟我的内容完全无关 我的内容呢 我不觉得好像我 我每一句话都是 都是特别珍贵 或者是都是真理 我不这样觉得 我也不觉得好像我的 我的表达能力有多么的高 或者是我的中文水平 或者怎么样 我知道我很啰嗦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每一个这种视频 我都会先思考 我到底要说什么 包括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视频可能听着完全 我在那儿随便乱说 对不对 但是这次大概第三十次 我点开我的手机 这个 我点开录这个按钮 我开始说 哈喽 我是老雷 说了一会儿 我发现 其实说不下去 或者是逻辑不通 或者是 其实我想换一个方式说 我会重录 每一个视频都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视频 我想讨论 卖淫 是不是应该合法化 这个话题 我已经想了 大概有一年半了 就在那海里面想 然后看一些其他人的资料 看一些文章 看一些视频 我一直没有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录的话 或者是我之前 我现在可能 大概到时候 我可以录了 但是我之前一直觉得 我好像还没有想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录视频的 会用时间的 有的时候是思考时间 我在这躺着想 有的时候是 如果我跟你们录节目的话呢 录视频的话呢 我会重录 重录 重录 一个十分钟的视频呢 可能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因为重录嘛 那这样的话呢 我还是躺着比较好 我自己认为 而且 我希望 我们这些 这些评论什么的 你可以 闹着玩 随便发一个什么 那种emoji 或者啥 那个 我觉得挺可爱的 但是这种 完全形式主义的那种 说什么 我的头发怎么了 老雷 我建议你剪个头发 是吗 你建议我 修个胡子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知不知道 这些有什么意义 你觉得 我觉得好看吗 NO 这些我都不想跟你们说了 知道吗 就觉得好像浪费口水 知道吗 然后这种 好像 这个人 他觉得我 唐之路视频 是因为我瞧不起 我的压抑观众 我真的觉得 这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 我 我 我真的是觉得好像 我真的是无语 要不然的话 我就开始骂人了 知道吗 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人的身份呢 是一个自称 移民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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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这种心态 你觉得一个 大胡子 长头发的 一个老雷在那 躺着录 是不是因为瞧不起你 什么 什么状态 我录这些视频 干什么 我跟你们这种人 有任何交流 我干什么 你们有自己的世界 我有自己的世界不是吗 不就好了吗 什么我瞧不起你 压抑 操 有的时候真的是 我 我不是说好像 被那些五毛骂了 或者啥 或者让我觉得 或者是被那些 传议分 或者啥 或者让我觉得 好像我不想录视频的 但是看到这种评论呢 我有的时候会想 是不是时候不录了 真的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为什么录视频 我们现在反正已经 15分钟 我在这里关了 这里关了 对不对 这个视频 我觉得我不会重录了 现在都已经15分钟了 我为什么录视频 一方面呢 是赚钱 哪一个YouTuber 跟你说 钱是无所谓的 他要么很有钱 有可能 他要么就是撒谎 这个广告费 怎么说呢 我这个房租啊 什么吃的呀 外面玩啊 什么的 虽然我现在不玩 对不对 但是我还要搞一个Netflix Disney Plus 或者啥 大概OK 如果我多录一些视频的话 大概OK 也不是说好像我 我的这些日子过得多好 对不对 但是这个钱也是 也是个事实 对吧 这个广告费 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离开中国有一个六年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或许没有太多的人看过 但是我那个时候 那个是16年6月30 我还记得那一天呢 我从胡尔国斯 那个新疆胡尔国斯口岸 我骑个小自行车 我在胡尔国斯买的一个二手 三手 四手的一个 破烂的一个小自行车 因为那个口岸的 那个边境 不让你吐不过去 你必须 必须要汽车 所以说我骑那个破烂的 一个小自行车 我在那离开中国 我就跟中国告别了 告别了 那个视频 我发了我的英文账号了 叫拜拜中国 但是视频你可以去搜 从那个时候之后呢 我再也再也没有去 而且我现在觉得 我也不想去了 我儿子频频在那玩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不想去了 但是这个说明 我不会想念的吗 想念呢 所以说呢 我录这些视频呢 我可以说中文 我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评论 虽然有的时候是这种评论 然后我可以 心里觉得 好像我跟中国 还有一些那种交流吧 所以 录视频 今天第一个包主是JerryL 请我吃三个包子 谢谢你哦 JerryL 那他说他刚发现 我在6月份的时候 我把我的Patreon给关了 所以说用包子补上 谢谢你JerryL 真心的 然后关于Patreon 那件事情 我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我本来开它的时候 我希望 你要当个会员的话 我希望你有一个什么回报 就是你有一个什么好处 对吧 就是我给你一些东西嘛 一些内容嘛 一些各种等级的会员嘛 对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满不过来 就是我那些频道 本来就太多了 不是还有英文频道吗 还有徒步吗 什么的 所以说呢 我后来 我一直觉得 有罪恶感 我看你们那些 那些Patreon呢 那些会员呢 我觉得不好 对不起你们 所以说后来把它关掉了 现在有一个会员区 在这个YouTube里面呢 但是那个呢 我觉得挺简单的 就一个月 一块钱 美元 对不对 而且有好处 可以看那些 过去那些Zoom的 那些聊天嘛 那些记录 我觉得挺OK的 也没有什么等级 YouTube会一直提醒我 说哎呀 你要多搞一些等级啊 那样才科学 我不要 我觉得一块钱OK 我也没有什么自由感 对不对 另外有这个 包子这个项目呢 然后这个呢 我很喜欢 就是我很喜欢 看那些评论啊 我很喜欢这种交流啊 而且我觉得 大部分这些 这些评论也都很OK 就是我看着有 觉得有趣 看着觉得热情 看着觉得有 就是我愿意 念出来跟你们 跟你们说呀 我愿意回复啊 我这个觉得 好像我 我找到了一个 适合自己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包子项目 所以说 谢谢Jerry 谢谢其他的那些包子 我们接下来说下一个 Someone 请我吃三个包子 谢谢你哦 Someone 然后这个someone呢 他说 他说得有点让我笑感动 他说有一些人说 全球化已经结束了 但看老雷 让我感觉这个village 这个全球村 他还在 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谢谢你啊 Someone 谢谢你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了 而且我不觉得全球化 他完全就是好的 我也觉得他有负面的一些方面吧 但是我觉得全球化呢 他不是一种阴谋 就某一些那种 那种阴谋论的 或者是那种民粹主义者 他们会说 哎呀 全球化呀 他是一种阴谋啊 有一些人呢 希望有全球化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全球化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过程 就不是说好像大自然的一个自然 而是我们人类的 我们的那种科技发展到某一种地步之后呢 全球化是必然发生的 就是你可以组织他一段时间了 你可以说我不要 像那些民粹主义者 你可以说我先把我的边境给锁上了 或者是我让他断亡了 断亡了 这个我们深有体会 对不对 但是长期呢 全球化是必然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village呢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它就是一个village 谢谢你啊 咱们的Zoyzo回来了 哈喽Zoyzo 然后这一次请我吃三个包子 谢谢你哦 然后Zoyzo他说 他看到国内的食品安全 最近爆出来的一些事儿 让他觉得心情特别差 他觉得我会懂 我觉得我们都懂吧 对吧 然后他说 这一次呢 不想多说了 就请我吃几个包子 但是呢 Zoyzo他强调 这些包子呢 是安全健康的素包子 谢谢你啊 Zoyzo 谢谢 至于那些新闻 那些让人心情不好的那些新闻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就是 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作为公民 或者是 作为向往民主 法治 人权 或者是自由的那些人 我们有 有义务 去关注那些新闻 像比如说昨天 我不是喊你们去关注伊朗吗 今天我要再次强调 伊朗 最近你们要关注 好吧 大家都要关注 但是很多我们要关注的新闻 其实是负面的 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那种心理健康 其实就是要么导致我们不高兴啊 或者是像Zoyzo他说的 心情特别差 我不知道 要怎么搞 就是我感觉有一些人在中国 尤其那种 叔叔阿姨级别的 就觉得好像 他们是故意不看 故意不看那些负面新闻 可能是 他们确实想保护自己的那种心理健康 虽然那种心理健康呢 建立在了一些 不健康的一些基础上 是不是 因为就是因为你你选择不看 不说明那些东西不在了 对吧 你不看谁看嘛 所以说呢 这个我也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就是从周一到周五 我们去关注那些事 周六周日 我们当他们不存在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好吗 好 谢谢你啊 周一周 祝你这个心情啊 不要太差了 谢谢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谢谢各位包主 然后我还要补充一句 我上周我在外面 我不是要去那个physical therapy吗 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 好像来自中国的一个小伙子 那小伙子在看着我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 他把我认出来的 他说你不是老雷吗 我说是 他说真的是 我说是 他说啊太巧了 在这碰到你了什么呢 总之他是很热情的样子嘛 但是我老雷 我那个时候 首先第一我要赶路 我不是要去我的pt吗 第二呢 我不是状态 我身体不好吗 我在那儿站呢 我觉得有点尴尬 知道吗 所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就跟他说了一个 很高兴认识你啊 我就跟他握了个手 我就走了 那个小伙子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这个 希望你能看到 我希望你当时 不觉得我 我好像很高冷的样子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我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的热情 希望你在布达佩斯 带着开心 谢谢你啊 对 然后关于我啊 我就是希望我可以这样 就继续休息 继续做我的exercise 我希望我可以变好 然后我希望一月份的时候 大概嘛 我可以继续徒步 走回家 大概一个月之前 其他人跟我说 老雷 看地图你快到了 我那个时候还觉得 好像有点那个感觉 但是我不敢 我不敢相信 知道吗 我不敢那么乐观 我总觉得会不会发生 某一件什么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件事情 我想的是会不会是 彗星 彗星掉到我头上 或者是活山 或者是恐龙 那些都棒 对不对 恐龙啊 没想到是 这个 什么 腰椎键盘 那个时候看着地图 觉得德国不远了 老家不远了 现在看着 觉得挺远的 Peace